老花一开一样评测 今天给大家开趟一个焦糖瓜子 嘿嘿 这不是啊 这是我们晚上买的一个六粗花 从淘宝收的 然后是从成都发来的 难道咱们 咱们成都的花友是刚刚起步吗 通行 好像巷子都用的不是特别的专业 咱们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很专业 这个呢 是一盆六粗花啊 看一下描情如何 就是普通的六粗花咯 肯定的话喜欢养一些个草花 喜欢养一些个比较哇塞的开花的 其实六粗花呢 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它的一个根系啊 长得会比较的快 然后呢 养起来也比较简单 就是喜欢光照 没有光照的话就别养了 另外呢 它也叫自立百合 好 咱们打开瞅一眼 描情还是比较可以的 看一下下面 它为什么叫自立百合 它长得花就有点像百合的那个感觉 看到没 然后里面有那种飞溅色的这个 叫这种紫色的吧 东色的还是 咱对于颜色的命名不太明白 我跟花友们就开玩笑的说 我叫色弱 因为我们看的花太多了 就是后宫家里三天 都不知道取哪一条了 包装很尽心啊 包装很尽心尽力 应该是一个刚起步的一个同行 没有冻伤 这个耐寒能力还比较OK的 然后呢 看一下根部 根系长得很棒 六粗花这个东西呢 是最最最最最 皮实的一种草花类的了 它这个根系长的 你看 给你们打开看 它根系长的简直可以说是根系里面的王者级别的了 你看 这根系长的 很多的话 我说这个六粗花怎么弄 其实六粗花 你拿菜刀 你从中间把根切开 分成两盆 再一种 它照样活得很哇塞 就这样玩贼皮实 如果说大家 你收到以后怎么怎么就不好的 你就齐根一眼的照样织出来 就是皮实 好痒 别的没啥 像现在这种满根的状态呢 咱们就可以换盆了 你看到没 它会从下面不停地织这种芽子出来 所以说咱们在换盆的时候 可以换个略大一幅的花盆 下来呢就是咱们入土为安 那六粗花的根系会长得非常的爆炸 咱们呢就拿到的一个大概三加轮大小的 这是花博士9号的一个树原盆 这花盆大一点 这个没什么事 好吧 老规矩啊 先垫一层底土 嗯 底土垫一层 肥料要多来一些 因为这个东西啊可洗肥了呢 你的话 问你这个肥料是什么 花了多 优质克力控制肥 烧花吗 不烧花 就是烧钱 老贵了 250克 40多块钱 咱们就再度地把土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做什么呢 加肥 为什么长那么多肥料 老花一 我跟你说哈 这个玩意哈 它跟其他的不一样 它长得太凶了 肥料稍微多一点没事 你别过分哈 别过分就行了 好吧 接下来呢 咱们加入边边上筛土 埋的时候还老规矩 不要太深 尽量的把这个土呢 跟原来的土保持一个平面就好了 埋的太深会容易产生一个积水欧根 哎呀 土不够 再来一包 那对于六粗花的一个用土呢 大家尽量的选择一些松软透气的 尽量不要选择那种板结的 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它会从下面长一些新的芽子出来 如果说盆土过硬的话 它会长不出来 好吧 所以尽量选择这种松软透气的 埋的时候呢 不要帮帮的使劲硬埋 稍微顿死一下 拍打一下盆壁 松软一些就行了 接下来呢 一遍透水 大阳光 大水大飞 那你就等着爆盆就完了 如果说长得特别爆炸 盆特别的满的时候 菜刀八根中间一切 一分为二 一分为四 甚至说一分为六 它照样给你开的很哇塞 好了 后期的时候一定要给出光照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适当的遮阳 如果说夏季高温的话 会陷入一个短暂的生长变慢 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休眠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大家再卯劲的浇水 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烂根 因为那时候涨的会比较慢 好吧 可以放到大树底下稍微凉快点的地方 那样的话它照样能够生长 接下来呢 说一下价格吧 咱们买过来的时候呢 是69 价格呢 并不算便宜 现在呢 给大家也是换好了一个盆 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花的话呢 我过两天等花盆长满了 根系长满了 就会随机在这条视频里面 你们点赞分享评论转刷的这些花友里面呢 随机抽选一个幸运观众 咱们给他送给他 不要钱啊 好了 这个打分的话 花友们自己打吧 因为咱也不好说 反正描情没得说啊 毕竟也是个新起步的一个同行啊 大家一定要留情 尽量的给个高分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占一 如果说想看什么样的开箱视频 可以跟老花一说 咱们下期再见 白了 嘿嘿